行政院推出的少子女化對策 零到五歲幼兒教育及照顧篇 八月即將上路 而其中有關育兒津貼 托育補助 希望全臺的標準一致性 因此要求先行加碼的縣市 必須要訂落日退場機制 衝擊臺北 桃園等縣市 家中有新生兒育兒津貼 如何發放 家長都非常關心 行政院推出的新版育兒津貼 托育補助 八月即將上路 現在為了達到全國一致性標準 行政院要求已經先行加碼的縣市 雙北桃園及臺中等 必須訂定落日退場機制 有些地方將減碼福利 遭到質疑是否會衝擊選情 其實非法定獎補助 你知道 本來就應該要同意 這種事情應該是中央跟地方 大家坐下來好好討論一遍 我覺得這是一個 也是另外一個地方 所長的困擾 是否要配合暫停臺北市的育兒津貼 柯文哲沒有承諾 不過根據現有發放育兒津貼的 四個縣市來看 新北市和臺中市都是零到兩歲 幼童 如果沒有送托育 每個月是兩千五百元津貼 與八月上路的心智相同 不會受到影響 但臺北市因為不論有無托育 疑慮兩千五百元 如果照心智走 將受影響 桃園市零到三歲 每個月三千元 比行政院版兩千五百元高 一致的話津貼勢必減少 相關的社會福利政策 採取不增加不減少為原則 那按照不同的類別來發放 那等中央的版本 確定派版定案之後 那市府也會提出相關的配套措施 那我們的友善托育補助要怎麼樣來去做一個調整或墊補 或維持 然後可以讓這個家長的托育負擔 就是不會增加 桃園臺北都希望落日條款能有彈性 臺北市社會局更表示 由於臺北市的育兒費用比較高 統一標準家長的福利將會減少 希望能夠維持現有補助金額 衛福部則表示 目前細節都在跟地方政府溝通當中 希望8月1號上路之後 能協調出配套方案 記者綜合報導